常常读到的 疫情二表五十五人 这根性不齐 从上上根到下下根全都有 上根的人 跟到释迦牟尼佛 常常听他老人家讲经说法 年三年开悟的 七八年开悟的 十来年开悟的 有啊 中下根人 二十年三十年也就悟了 由此可知 总在欲语言不同 这一句话说绝了 我们今天修学 虽然比不上佛祖 那样殊胜的缘分 在我们这个时代 同学当中 我们的缘算是相当殊胜了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成就呢 还是在缘缘这个姿势 这个缘算是 你要能掌握到这个缘 如果疏忽了 不知道把语言抓住 让这个机会空过了 那就可惜了 你要是能够掌握住 紧紧地抓住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那么我们要问 怎么样才算是抓住 佛在经典上 这个话 说了不止几万次 每一部经论里面 都要重复十几句 大经更不必说 要重复几百次几千次 受持度送为人演出 这我一念你们都知道 你们也会念的 但是你们也做到 受 接受啊 能信能解 这是受啊 持永远抱持不能够失掉 受持里面 持还要做到 要落实 把你所信的 所懂的 这些理论方法 境界落实到生活里面 这叫持 那叫受持 你真实 你真的做到了 做到还不够 天天要读 读经清净老师 清净善知识 which is 你做到在生中的为人 不要发生的肯定 那会会有移民的肯定 在生命中的目标 感动,有善根的人就会感动 没有善根的人有疑惑 他向你请教,你再为他讲解,为他说法 佛法是私道,私道尊严,只问来学,未问网交啊 所以,你要是个法师,或者是你大德居私 你有能力讲经受法,也定人家来齐寝了 他不会齐寝怎么办呢? 用善巧方便,找别人,你去叫他去 总不能自己说上了,自己说不好意思了 这叫善巧方便,要他来齐寝 没有齐寝,自己到那里给他说法点 自古至今找不到这个例子 虽然经常告诉我们,菩萨唯一不秦之有 不秦之有,个人,两三个人,不是团体 团体决定要遵守规矩 要真实要有礼节来恭敬齐寝 为什么呢? 那这表演给人看 一定要有齐寝 然后才能给他讲经受法 这礼节 你比如现在 国家跟国家往来派世界 中国派个大使住新加坡 一定要征求新加坡政府同意 如果不同意,另外再换一个人 这是礼节嘛 人家到场向我们这个地方来请求法司去讲经 他来请我磨灭时间 要我派一个法司去 我派一个法司,也一定要征求他的同意 所以预先给他磋商 他同意了,我们再派这个法司 他正式地邀请函就寄过来 我要征求他的意思 这次纽约金中学会请法司讲经 我得先征求他们 我派五本法司去了,他同意 邀请函寄过来 我们这才请人去 绝对不是说没有理解 随随便便邀请,我们就去了 不像话,人家不尊重啊 这个要懂 两三个人说法,那可以做不勤提 正式升台,上讲台,决定不可以 要维持思道,要维持思道的尊业 佛法是思道 思道是大道,不是小道 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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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